每个人都年轻过,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想要有一把,而很多年轻的记忆里都选择了骑行穿藏线,至于为什么,也说不清楚,因为很多人也是莫名其妙地将其写在了骑行清单里,一放就是好几年,山地车类山地车衣,1000比1500山地车,当然是买得越好越是贵啊,所以还是看个人预算,我当时卖的山地车是狼图的,因为是促销季,所以只有798元, 个人觉得也没什么不太舒服的,货架衣,50到80毕竟要骑行2000多公里,所以必然带的行李比较多,需要在货架上放东西,所以这个是必备的,在同一个车行买的,价格60元,最好在一个车行把大部分装备统一搞定,车行也会帮忙组装和调整,驼包衣,60到100驼包应该足够大,可以放进所有行李,但是也不是让你使劲给自己尊重的, 在同一车行买的,60元,网上也大概这个价格,好看的,100多的也有,维登一,直到30在比卡农买了个10元钱的,但我一路没用,还是靠着反光带,不过这东西很重要的,毕竟安全第一,隧道很多的,万一不得不越骑的话,这个很有必要, 马表一,50到118运动APP是无法代替马表的,推荐被光常亮,并支持连接手机的乐器有限款马表,手定一,20到50我们一直都强调,不是万不得已,千万不要改业路,但实际情况是很难预料的,而且穿脏线上有好多隧道,没有手电筒非常危险,橡胶8代2,8到10买了两根,8人钱, 但是最后两根都断了,所以还是要买质量好的,主要是捆绑驼包,还是很有必要的,充当腰带也是很厉害的,看你发挥了,色变一,30到50我没买,但是我一路都想要,因为屁股好疼啊,保温水壶一,30到60保温水壶厉害了,但是还是保冷水壶更厉害,一路都喝冰凉冰凉的水真舒服,记得让车行安装水壶架,车前包一,5到20车型一般会送上, 3D车类,1100到1200,基本都可以在车行一次性搞定,而且可以让车行重点其他东西,修理工具类组合修车工具一,20到50总归是需要的,所以得带着,如果提前组好队了,那么就一个队配合着带,不用每个人带,内胎二,25到30在捷安特买的25B侧,但是从头到尾都没有,虽然扎了一次胎,但是补好了,补胎工具一, 10到20车行送的,很简单,不过最主要的是你要提前学一下补胎,否则有工具也不行啊,把气筒一,20到30为了以防万一,比如轮胎破了,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,还是需要带着些的,润滑油衣,10到20路上找人借,或者在客栈里借一下都可以,修理工具类, 100到150,基本上每到一个地方,那里的客栈都会帮忙修车,所以大家可以放心,骑行穿戴类头盔衣,150到200这个当然是必备的了,这个就不说了,除了头盔以外,你还可以再戴一个素杆材质的登山帽,跟头盔一起戴可以保暖,在逛街的时候也可以遮阳,骑行眼镜一,80到150因为没有戴眼镜, 而眼睛突然进了沙子的感觉,你们可以自行想象一下,特别是在下坡的时候,你很有可能会下意识闭眼,那就非常危险了,袖套2,20到50在网上提前买,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类型,车行里的种类不多,汉子们一定记得防晒,毕竟这是一个看颜值的时代,何必为难自己,魔术头巾2,10比30魔术头巾防晒最有效了,可以遮住眼睛以下的部分,尤其是脖子, 不过要买透气性好的,否则会很难受的,手套衣,30到80半指和长指各一双,长指的要抓绒,压头通常都比较冷,下坡更是冷,保持手指的温度关系到你能否握紧车把和捏住刹车平安下坡,这时候可是真正的命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了,如果你先直接买一双抓绒长指手套有点贵的话,我建议你可以买一双不抓绒的,然后去迪卡侬买一双超薄抓绒手套, 价钱便宜的小流泪,两双套着带就稳妥多了,束裤带2,5到10宽松的裤子很容易写进齿轮里,还有就是油容易把裤子弄脏,也不好洗,一般可以让车航送,雨衣衣,50到80因为遇到下雨下冰雹的机会很多,所以一定要带呀,骑行穿带类,350到500,大家自由搭配呀,衣食住行衣服,不确定的有冲锋衣, 因为晚上会很冷,天气不好的时候冻得发抖,皮肤衣,软袖,衬衫,遮阳帽之类的都可以背着,相信大家自己会挑选,有洗漱用品,用餐,20到50这个用餐仅止午餐,最好是组队齐行,吃午餐可以点很多种类的菜,停摊下来钱也不多,如果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话就会消费高了,午餐一般大家都没啥胃口, 所以很多人是自带零食,大饼加白开水最舒服,看着远处的风景,啃着大饼,多享受啊,饮料,20到30这一路最重要的就是水了,建议多喝卖动,如果预算有限,这原路多大客栈街白开水,一路买些农夫山泉,饮料还是要少喝点,矿泉水要多喝,还有就是最好备一杯热水,路上喉咙很不舒服的,请不要乱扔塑料平住宿,40到45碗,其实基本包含早, 晚饭,晚饭以及住宿,但是也有一些不包早饭的,所以其实挺便宜的,住宿其实每隔几十公里就有,而且店家竞争机率,一般都提供驼车服务,不过还是建议你既然选择了这条路,就一路骑过去,衣食住行,2500到3000,祝大家吃好睡好喝好玩好,其他类保险衣,150到200以防万一,哪个保险,可以找穿葬骑行哟,最后也会在拉萨给你搬完成穿藏线的证据, 证书和勋章,留作界面,是和保险一起的,药品,100担心高反的可以买点红景天,要提前喝,其实这还是要看个人身体素质,所以不用太担心,基本药品也要带,比如窗口贴,感冒药之类的,藏的旅行图一,2500我是买了一张,然后一路盖章,留作界面,海拔图一,免费, 基本上517318联盟,以及穿葬骑行都会给大家送的,沿途客栈都可以随便拿,上面都有住宿推荐,有老板电话,地址等信息,明信片,三张路上半熊货都有小站,可以在那里买明信片,寄明信片,很有意义的,我一路接过去,就是为了和过去告别,拉萨,500到1000到了拉萨了,就敞开了去感受吧, 我们好不容易到达了圣地,这世界最后一块净土,出发,500到1000离开,1000到3000将山地车打包寄回,是150元,坐火车离开拉萨,起码要700以上,飞机的话大概2000左右,记得要提前买,至少要提前一个月,否则你就只有买到那区之后,补票站回去了,出门之前必须默念四个字身身份证,手,机,药钥匙,钱,别带太多现金在身上, 分一些在银行卡信用卡里,买一个贴身的小包装这些东西其他类,1000到3500,根据个人吧,哈哈,总消费,5000到1万,其实也就是平均6000左右吧,那里有什么,不知道,其实那里没有转山里那么艰苦,其实那里也是怀不了我们的心,那里也达不到我们的极限,那里就是一条路,一条长长的路,它会让你流汗甚至流个小伤口,从那里走过很多人, 他们留下了自己的名字,有些甚至留下了至今未分解的垃圾,所以请不要破坏天路,希望这条路给你的是一段不错的回忆,希望你安全抵达拉萨,完成一次对自我理解的朝圣之旅,加油,穿造线的勇士们,沿路其实也都可以取现金,但是很多地方出各种意外,所以最好多大点现金,在能取现金的小镇, 要考虑一下,是否要再多取点,人的一生中,至少该有那么一次义无反顾,各位勇敢的提醒者,坚持,毅力,梦想,带上这三样东西,出发吧!